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伦正理的节目 又到夜晚又和大家见面了, 5月29日的夜晚 我们讲一讲一件关于香港近这两天很控动的案件 就是关于国安法之后有23条立法 23条就是所谓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个第一个案件开始起诉人, 控告人, 国安法首例 我先不要说美国对了2.0马俊文的案件 就是它不能提前释放这些东西 这个因为它是严压, 这个当然是和23条很有关系 但我刚才说23条开始动员它来去拘捕人 去拘捕新的人, 这个情况是第一例 5月28日香港警务处国安署首次以基本法23条 拘捕了6人, 而今晚29日晚上也发现有第7人 警方甚至说不排除会拘捕更多人, 磨刀霍霍香港人 7人分别就是前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 周幸彤的妈妈已经是65岁的这位刘华真 刘华真基本上是令到周幸彤有政治啟蒙的 六四三十二周年当时, 他就跟周幸彤说 记住坚持守法, 不要被人有机会诬告 be water, 这个当然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一种关怀 现在他都被拘捕, 为什么呢? 涉嫌是和邓炳强含血喷人的东西 就是和小童群秋会的Facebook专业有关 请我们讲一下这个问题 刘华真是很清晰的, 也有心理准备 因为他女儿有一天会被捕 但是我想这件事是想如何捉他妈妈呢? 是想打击周幸彤 即是说用这件事, 不是捉你未婚夫妍 是捉你的妈妈刘华真 去打击在狱中的周幸彤 这个就是他对周幸彤不知道狱中被拘捕 他现在是大满女情教所 不知道狱中拘捕这个周幸彤 还要是拘捕在大监狱里面的刘华真 这个想起来是文者伤心,听者流泪 以前这个刘华真和他的丈夫 为周幸彤那样的幸彤 希望成为一个幸福的儿童 但是在港共的淫威下 和强棒的脅迫和打压下 两母女现在都受到很大的煎熬 六十五岁的刘华真 我希望他们平安,祝福他一切都顺利 第三个就是刘嘉怡 其实有看过我这个节目或者看过幸彤在监狱都见到他身影 支联会的前常委 现年是五十一岁 刘嘉怡基本上是天安门母亲的成员 也是台大城乡所的研究生 台湾的台大研究生协会 也有一位叫许冠澤 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伙伴 他都为他鼓与呼一段时间 去年2023年六四三十四周年 6月3日 刘嘉怡和关振邦都在维园的喷水池外高举一些标语 刘嘉怡身穿有蜡烛的T恤 和写着真相的T恤 而他右手拿着白玫瑰和玫瑰 左手拿着坚守良知与追求自由的人的标语 希望禁食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点四秒 就是八九六四三四 就是当年是三十四周年 今年是三十五周年 禁食当然是不和的 当然香港警察扑上去就拘捕他们两个 去到拘捕之后 就是说你是涉嫌有煽动意图的作为 当时还没有二十三条立法 那就顶多罚两年 那么那个煽动意图作为呢 当然他可以不告国安法 但当时拘捕了盘查三十个宗 之后以一千元的保释出去之后 就是用现金保释之后 出去就没有起诉他 没有落案起诉他 那么一直在那里放在那个地方 那么当然了 磨刀霍霍霍 那么这个是对于他的阵压 那么另一位刚刚讲过了 第四位就是 支联会的长期二十多年的义工 也都是前常委关振邦先生 他二年五十二岁和刘家宜是差不多的岁数 关振邦就是一个屯门人 那么他自小屯门安定村长大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八九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呢 是他的政治啟蒙日 因为当时候呢 就是大家知道他很小 就是不是很小 就是年轻的时代 那么就知道当时八万人的游行 于是搭船 渡轮由屯门到中环 参与游行的政治的 启蒙的洗礼的仪式 那么他看到他呢 也都在二零一七年的七月一日呢 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时候呢 他就拿出我要真普选的标语 那么被警察呢 曾经就是阻止的 那么当然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那么他都不断就说了 我现在生去香港 那么本身一七年当时 我可以什么都可以 有言论自由 我不说就很坏仔的了 衰过一些在中国没得出声的人 那么所以呢 他觉得要将这件事说出来 所以他是非常有一种正直的空怀 非常勇敢 非常坚持 那么这个是关振的 第五位呢 就是这个陈 陈兼琴 是荃湾区的区议员 就是奇德专的那个选区的 那么荃湾区区议员 他在2019年呢 就是以几十票之差呢 赢到一个献世派的人 之后当选 那么当然去到21年的时候呢 去到七月已经辞职 因为当时又要DQ 或者说要控告涉嫌的 而脅迫控告一堆区议员 要他们宣誓之类的 拒绝迫目标的一种精神 第六位当然是李凌智 这个是去年有三位六四三十四周年参与者 第三位被一度扣查的人 李凌智是一位牙医 他也是2016年参加了真普选医生联盟之类的 他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 那么他曾经呢 就是在小时候和家人去过纽西兰 那么已经是入籍纽西兰 回来回流 回流之后呢 就是对于政治啟蒙的一点呢 民村大地震 令到他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呢 非常关注 那个年也是香港人 中国人的认同指数最高的时候 那么之后 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指数 就不断地向下了 那么李凌智是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是有政治的啟蒙 也都是六年时间呢 回来 就是2018年前呢 也都是曾经做过这个 是在中国的地方 去帮助一些弱势的人士 那么相当长的义工是做在里面的 那么当然他每年七一 也都会是有所这个行动 那么非常勇敢 那么李凌智是 很多是只做不说 好这件事非常难得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相当令人家激致赞赏的 55岁下李凌智 牙医 那么今天夜晚 即29日夜晚呢 被捕第七个人呢 就是关镇帮的太太 潘幼翠 不是funny 或者interesting 幽就是幽怜的幽 跟着翠就是翠绿的翠 潘幼翠 就是关镇帮的太太 那怎么拘捕了他呢 那么大家知道呢 在昨天28号呢 警方是雷霆行动呢 就是对于这几位的被告呢 他们的家庭呢 进行呢 就是申请法庭的首领 去做搜索 那么于是要构造很多物品 包括 很多电子的传讯的设备 那么当初可能找到有关的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 越拉越多人 甚至今天夜晚大言厌厌 就说呢 会越拉越多机会都存在的 那么这个呢我想大家要看清楚了 就是说未来的情况 打压更加浓密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邓炳强保安局局局长邓PK说 涉案的五人 其实现在涉案已经有七人了 涉案的六人 涉案的六人 串同周幸彤 运作小童群周会专业 就是怎么 串同周幸彤 很好笑 周幸彤所有的言论 OK 包括他写的信 包括他在你探监的时候听到的东西 你完全摊开来看到的 知道的 他有什么 他难道他监狱里面有手机 可以传信 用电脑 WiFi 插这个网络 手机可以打电话出去通讯 怕不得你当菲律宾 怕不可能 所以在香港监狱里面 基本上唯一 向外可以见到面的 一探监 面对面说话 懲教署的人员已经看得到的 书信 每一封书信 懲教署的人员已经查过的 入来的出去都一样 怎合谋 如果有合谋 都是你懲教署中庸的 你们这班人叫Omission 不作为的方式 中庸周幸彤和村谋出面的人 拘捕了大满旅程教所所有这些 涉案的拯救人员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是打横来说的 什么叫串同周幸彤 运作小童群秋会 荒谬 OK 即是他用这件事来将整件事混在一起 这件事就是说小童群秋会一直都在运作中 我有时都会分享他的post 他是今年的4月20日开始 4月30日开始 4月30日开始 他数回35天 因为430 就有去到这个 不是穿梭的 4月30日 一到去到6月4日这段时间 就刚刚35天 就几点呢 今年是六四三十五周点 每日出一个post 出一个post 他会知道在香港出这些post 就相当要顾忌 也不会呼吁别人 一起去抗争 他只是说 冥记八九六四 或者说 哎呀 有个番茄的什么面 大家就看 哎呀 臭汗味很多 你看这些post 就说这些东西 OK 这些post 是无双弹 是一个有趣的方式 去令大家记得八九六四的日子 记得今天是八九六四 三五周年 并无呼吁大家 当日要举起立足 一起去抗争的一些情况 他不理的 他老屈的 所以我就说 在国安法二十三条 在港共 中共的统治之下 没有红线 只有红友 他认定你是一些反革命分子 认定你是一些 叫做黑五雷 地库反卖右 就撲到你的地方 说你是 壞人 就拉你的 哪里说 不要被人有机会 控告自己 无告 见守守法 在现在的情况 你怎样守法 法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你只说六四两个字 都可以拉到你 或者你没有说 你心里有意图先动 又可以拉到你 说拉你 就拉你 见到你桑普 就拉你 见到邓兵强 都射了你 这就是共产党 现在你这样的情况下 他说小童群州会 就在那里出post 于是乎 就看你的post 帮你的post 很多人问 为什么现在才拉呢 4月30日 接着到5月1日 逐个逐个 去到5月28日才出手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原因 原因是这样 他现在要学似中国的手法 来炮制 这些可能是共产党 港澳系统 尤其是什么 中共港澳领导小组 什么港澳版 中联版 有指示不定 或者保安局 或者香港国安公署 有自己炮制 新的方式 不行 Whatever 中共港共集团 希望这班人 在六四前后一段时间 消声匿迹 你看到现在 在中国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意义人士 即是一些比较有良知 有勇气的人 就会在六四前一段时间 避旅游 今年在中国没什么钱 于是他们避旅游的地方 都在附近 就不会 武来公共园 跨省避旅游 没有了 就在同一个省 附近一个镇仔 远禁算数 这个就叫避旅游 现在就怎样呢 这班人一样 但这班人有个地方 就不知是避旅游 而且要拘禁你 起诉你 比中国更差 中国那些义人士 你说些什么 叫什么 避旅游算数 现在香港这班人 不是避旅游 是被囚禁 而避旅游加被囚禁 同样避免 在今年六四三五周年 尤其是逢五逢零 逢五逢十 六四三五周年的时候 6月4日前后 6月2日 6月3日 6月4日 6月5日前后 出现他们在街头的身影 不希望他们再穿什么衣服 点什么蜡烛 握什么玫瑰 弄什么标语 不要 所以拘捕他们 共产党的逻辑就是 去年给出一次机会给你们 没有真的起诉给你们 今年你继续搞小童群抽回 猛你几天 然后计数 因为在国安法之后的二十三年流法 二十三年流法 有讲过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四十八小时机流期之后 可以申请发现 即再不断延长激压 最长可以达到十六日 即两日四十八个钟 即四十八个钟 即两日 加十四日 总共十六日时间 比中国的行政拘留最高长 达十五日 还要多一天 这十六日 基本上是由五月二十八日开始 你自己计算 最后结束是哪 六月十日 换言之就是整个过程 六四前一个礼拜 后一个礼拜 他们全面都不在街上 所以时间是这样教出来的 OK 他们就要用中国那套 将你们备旅游的方式做 而中国更重要就是 不知道备旅游就要起诉你 起诉你 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解释二十四条 他说你煽动意图罪 说你是利用某个章志的敏感日子 不知道是不是M度 姨妈度 还是什么 他就是这个敏感日子 他不说六四 那为什么不说六四 两个原因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你胡说 刺激到地缘政治 某时候布林肯 拜登 或者是什么 蓬佩奥 余茂春 或者不知道哪个 川普出来说话的时候 美中关是怎么办 所以他不敢说 这帮奴才就觉得 不要刺激美中关系 因为不到他管的嘛 外交的东西 刺到这个刺位不行 所以他说 利用某个章志的敏感日子 这个避免这件事 尤其现在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有求于 黑连于美国 有求于欧盟 你给一个张牌给别人上 不行 所以就说 虽然这张牌 摆明给别人上的了 都不好 把六四两个字摆在那里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单新闻 出口转内销 给到中国十四亿人看到 十四亿人 知道六四两个字 又提醒他一些东西 不行 所以他全面 全网 封杀六四两个字 是有对外和对内的目的的 所以他利用某个章志的敏感日子 持续发布 据煽动意图的帖文 煽动香港人 增恨中央政府 港府和司法机构 违反了维护国家安全条 第二十四条的煽动意图罪 煽动意图煽动网民 在教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我都说过 你看回所有这二十八日 由四月三十日到今天 二十八个post 其实十post 是应该有三十五日的 但是那二十八日就停了 我记得这一两日 已经没有再有新的post 已经拘捕了 怎么可能出post呢 那你想想 已经做到八成 就是中途要腰折 哎,真的我觉得很伤感 我说这件事 我都要忍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伤感 二十八日 就是这样的模样 今天代表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更加记得 二十八日这些post 全部都没有什么 在教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的煽动意图 老屈的 屈人 现在这个地方是无法无天的 香港是 老屈 不需要去研究 哪一 你真是离谱 你老屈 就是老屈 至于实际的操作细节 至于实际的操作细节 邓碧强说 我相信日后 如果我们有作出检控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国民党那些话 就像那个国民党的林伟 叫做什么 吴忠才所说 他就说 什么叫做反质信 立了之后再说给你知道 多有趣 什么叫做煽动,立了之后告诉你 什么操作细节,之后检控的时候告诉你 现在不要说太多了,不说 大家到时就会很清楚了 共产党就创造这种共产党专制伎俩 我们最近看了一篇冯客的书 一个港大的历史教授 一个荷兰瑞的一位教授 他写的书是非常好的 共产主义或极权政府必定要创造神秘 不告诉你,到时你就会知道 这是极权的秘密 令大家不断在一个地方产生敬畏之心 这就是他们极权的秘密 拆穿他们就会解迷 所以到今时今日,你会看到他们的说法 顶多就是这样 另外譬如说,邓米强就说 香港仍面对国安风险 外部势力死心不惜意图干预香港事务 透过制造时端抹黑政府 法院曾经多次重申 他就说到你不是用外国干预罪 勾结外国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罪 你告的是什么呢? 煽动意图罪 很奇怪 你既然外国势力不死心意图干预香港事务 你便用这个方法 告他外国干预罪 你又不是 文不对题 然后他就说 法庭多次重申 散播谣言 错误信息 虚假文宣 令人不再相信 甚至憎恨政府 有机会导致嚴重社会动荡及混乱 可威胁国家的稳定 甚至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所有这些事情不一定涉及暴力 但造成的破坏是没有差别的 各位 这些说法很奇怪 整件事 周幸彤 刘华珍 她的妈妈 刘嘉怡 关振邦 和关振邦的太太 潘右锤 陈劍琴 和李凝之这七位 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 请问他们哪个地方散播谣言 如何错误信息 如何虚假文宣 绿色是共产党杀人 用砍车撞人 用机关枪掃人 用机关枪掃人 这些是录影证据的 马力 下了地狱的马力 民建园的PK 我不想说粗口 马力这些死PK 下了地狱的核坦克绿珠 是不是绿珠呢 多少人是六四的亲历者 我都不想说这些垃圾 说这些浪费我的时间 整班港共、民建团、工联会 所有的垃圾 港共集团、地上党、地下党的 滲透来台湾、英国、加拿大 美国那些我心知肚明 和我一些未心知肚明的人 全部落地狱 捉一个、拉一个、锁一个 但是转型正义的时候 这些人要关到老、关到死 全家没收财产 因为他们这些人 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要不要杀他呢 到时候再算 死刑问题 但共产党这些人 如果我捉到习近平 他亡的时候捉到一定判死刑 毛毛六四粉碎中共 现在不是和大家说什么 哎呀 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我认为中国应该是很多个国家分裂的 每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宪政民主的省 每个自己的小国家 才对世界和平最有贡献 也对自己的中国人最有利 那些所谓的中国的人最有利 而最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粉碎中共 不是颠覆 是粉碎中共整套的观念秩序 他们所有的组织架构 他们那些刮骨疗伤的观念病毒 这个讲是容易 做就很难 非常难 五千年来二千年来 尽障纲纲的中华文化 DNA就是那些 和共产党过重受物的那些 指责一些人 血口喷人 说人家共产党大有人在 就要靠大家这个地方 是不是讲真我行公二号年文 讲清楚的 不可以和魔鬼搏斗的时候 成为魔鬼本身 OK 尼彩说的东西 虽然尼彩是否定上帝的 但是另一件事 这句话是对的 你和魔鬼搏斗 搏斗不要成为魔鬼本身 所以我就说 在这件事里面 一定要整肃他们 他这样对香港人 这样对周恒彤 是极度不仁道的 目的是什么 他zip her mouth 他收嘴 用他妈妈来恐吓他 用他旁边的其他伙伴来恐吓他 使得他内外孤立无缓 使得他人论方面又亏欠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手法 如何对待人 不要轻视这件事 所以我就说 周恒彤是勇敢的 但他付出的东西 可能现在比他想象中更多 而这件事我们一定在海外一定支持他 我们不支持他 谁会支持他 现在他旁边的伙伴 已经被人逮捕了 是吗 他的未婚夫惹到 他都说要和周恒彤的家人 核实相关情况 现在都未发现 整件事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 周恒彤在大满的女情教所还在环颜当中 其实已经因为两个罪被判刑了 六四的所谓非法集计罪判了15个月 他交资料罪判了4.5个月 即是前后19个半月 其实他已经坐完了 在2021年9月8日被捕 其实坐到现在接近两年半的时间 他其实多次申请保释被拒 他荣获的奖行很多 法国德国的人权及法治奖 2023年光州人权奖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就是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 CDEF 35届的杰出民主人士奖 独立中文不会的林超纪念奖 这件事是奖项 这件事是奖项 奖项都是其次 他是在行同在監督里讲过 他英国留学期间的时候 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 劳动状况 劳动权利的状况 于是放弃他的博士学位 回到香港读法律 考到大律师 然后也是執业 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劳权 从2016年开始出任前支联会的前副主席 这件事大家都清楚 勇敢 非常清静 是pure 他心是非常清的 而他说的全部是 看到六四方面是讲真话 行功二号联盟 这种很难得的 你有那么高的学位 在英国那么好的大学读书 然后完全投身一个自己的置业 而不是赚钱的事业 这件事相当令人敬佩 我认为他这件事经过了之后 目的是什么 吓他 吓香港人 第一 二十三条首例开始了 未来已经会继续 我曾经多次讲过 二十三条不会避而不用 这段期间有些人就跟我说 哎 桑普你看看 二十三条路之后没有用过 你说大话 No 现在就告诉你 开始用 那这些孤例 会不会第二个 会 我再说一次是会 不断用 不定期用 产生最大的动含效果 必要时密集用 平常的时候不定期用 这就是共产党统治香港方式 不要以为 这件事是不会变的 而当香港搞成这样的时候 我说真的 包括台湾 包括英国 包括加拿大在内 所有的移民政策 即被你入籍的政策 是会逐渐逐渐收紧的 我再说一次 我不想这件事发生 但是这件事我们可以预计 这件事会逐步发生 那你问我 台湾怎样 会不会收紧那些定居政策 即是说 来到居留之后 可以入籍到的政策 会延长有关的一些 居留期间或者条件 才可以给大家医生 投资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什么 专财移民 whatever 我说你就是会 而且现场有多少 的 会 我再说一次 会 时间呢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任何的 一种猜想 就是说 大香港主义 来到这个地方 我要你维持一年 最好减到半年 no who are you 香港现在没有一国两制 为什么我要对香港人 和对中国人一样呢 这就是外国人的看法 香港已经大量的共谍滲透 为什么我不忌香港呢 这就是外国人对国家安全的看法 你说不想 你说我们这些乡院 帮亲不帮你 那就出事了 人家真的有绝对的理由这样做 人家的国家 人家去救 人家去巩固 所以不要以为没有 所以再说一次 你不要只在台湾 你问英国 你问加拿大 现在职案多少 你自己去看 之后他怎么去看香港 如果出现一些 当地发生一些 香港人的丑闻 更加严重 所以我就说 花开堪折直衰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你要真不莫 你要待无花时时空折之 神仙难救 2024年5月 我有言在先 不要到时候去贵我 桑普不和大家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危险越来越高 我只能和大家说 是越来越高 OK 23条的首例 继续会二例 三例 四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全程没有提六四 是刚刚说的目的 对外 希望缓和 对内 希望免提 不要缓回大家的记忆 第三 镇压的对内 是会加强的 OK 第四 香港中共化 你看到 关到6月10日 基本上被女尤家被拘捕 至少会将他们混的 起诉 混了16日之后 给不给保释 不知道 但肯定不能出大监狱 甚至不给出世监狱 这个情况令人很惡顶 我会觉得周幸彤会伤心 很多人会觉得很怨愤 但这件事 我想这种中共化 中国化的方式 来处理香港所有人权议题 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你可以笑邓炳强继续说 利用某个张智的敏感日子 敏感日子 其实他刚刚说的 就是这件事 用整个话术 整个框架 来将 中国整个制度的真相 慢慢慢慢 套入香港 其实已经套了很多 再修正多一些 塌到完全一样 成为激权的禁联 第五点 就是说 你讲真话 变成讲假话 刚刚讲过 当你讲真话 行共二号年文 为六四亡灵 和天安门母亲 古与夫 要求平反八九民 我不喜欢平反 就是基本上为八九民 他基本上是为他要 就是为镇压八九民 去全面道歉 是吧 其实不可能与虎毛皮 当然是 所以说 释放民运人士 你越说他越足 越多 平反八九民运 他们说五大诉求 释放民运人士 另外就是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更加不會 更加不会 继续在想,是否建设民主中国和香港人无关,和台湾人无关,和中国人有关 我认为不应该民主中国,是民主广东,民主福建,民主湖南门,民主上海,民主北京 一个一个成为民主,中国不分裂,是不可能有前途 看看廖亦武的书,流亡德国的一位私人,这个国家必须分裂 这个就是我的宏图,当然我可以继续和大家论述下去 你们又说,民主中国也要有,这个中国越民主对香港和台湾越暴烈,越坏 We don't want it,而且这个根基是没有,人的观念秩序都未改变 二千年的文化,二千年的租泊,二千年的杖江文化,二千年的垃圾,全部塞在脑内 奴才,犬鱼,没有勇气,食色盛意下,整班蓝丝 有什么好说 所以这五点可以跟大家说,香港大架局是越变越坏的 当然在这个时间,我们都会看到,明天我们都,即是 我明天会和傑斯一起录这个新桑海上神周,希望 后日,即是三十一号和大家播出 更加紧要大家看到,香港当然有更加忧虑的东西 例如幻爱这部电影,MCL就是周立影艺,其下的The One影院 全面取消重影,这个当然和男女主角完全无关 是什么呢?和什么有关呢? 当然和导演有关,周冠威,希望他在公共领域消失 但周冠威说他不便多言,但仍会好好拍电影 所以这东西对周冠威的打压有,但是呢,越禁 其实越能够持久,另一个禁的地方就是怨荣光 你禁了,Apple,现在剩下YouTube有了,Apple Music,Spotify 都没有这些歌,但是最近DGX Music 都重新上架的Glory to Hong Kong 包括Permanent Edition,和A Cappella Version 即是叫做《无半周合唱版》 这些A Cappella Version和Permanent Edition 中有四个版本的,5月29日宣布,DGX Music宣布 四个版本重新上架,Apple Music和Spotify 所以我们非常恭喜,有本事再禁 再禁,禁一波白,杀斗成兵,全面起疑,遍地开发 所以我说,无可能是完全能够禁绝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香港的情况是坏 但是我们必定会运用所有空间 温存我们的善念和希望 继续有希望,做日常生活的远对抗 即是远远的对抗 远远的抵抗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我不用做,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可以大言 放言 但各位在香港的,有很多在看这个节目的 在香港的香港人 看完之后,你会心微小客力 有些事默默做 点起不到现实生活上的蜜烛 在心中默默点起蜜烛 不论大家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在心中为这些独四的亡灵 为天安门母亲的祝福 为共产党 要粉碎共产党的希望 为光复香港的希望 在心中默土 不需要跟我说 只是心里面 这几天,每天花些时间 去做这件事 35周年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看到这个节目开始 小童群群会无了 它无法再做了 停了 我们每天都要记得 起码一直延续到6月4日的悼念为止 全世界很多地方 英国、台湾、加拿大、美国 都会有悼念的活动 我们明天后日大家见的节目 就会和杰斯说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参加 在海外的有机会的就参加 我6月4日晚上 约定大家 如果大家由香港西亚各地 来到台湾 请参加 6月4日 礼拜二晚上 在中正纪念堂 那个主塔 前面有个地方 或者有个区 我们协会有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 真的会和大家聊天 我会请到一些年轻人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一起来 下周就开始有活动 而当日我也会出席 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希望在节目里 能和大家分享 关于六四 关于香港的情况 关于周幸彤的故事 希望在台湾 用华语 能够和大家分享到 有关的一些事实 这件事是我能够做的小小的事 晚上我当然回到 这个中正纪念堂 和大家继续去 一起悼念六四 看着这个高智活版的 这个雕塑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候 团结在一起 有人会问 在加拿大会否撞见刘世良 我觉得这些问题 其实很无谓 无论刘世良 他认不认错 他当然有错 他认不认错 他出不出席 不影响到我们 认不悼念 也不要因为 你是支持刘世良 和反对刘世良 而影响到你到这个 在温哥华 6月4日晚上 7点半 David Lam Park 林思齐公园 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议员 我就说 他去不去 是他的决定 但每个人 不要因为他去与不去 影响到你的决定 OK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 流粉 各方面的事情 不需要和他们起冲突 我们做人 一定要有个大戏 大家局 OK 这件事是共同悼念六四 不是在一个地方做大辩论 六四的亡靈 天安门母亲 是值得悼念 悼念的原因 不是因为认同我认为我自己的中国人 我永远都是和大家说 我一个离散的香港人 和一个入籍了台湾的台湾人 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人 港裔加拿大人 再加港人 OK 美国一样 英国一样 看你是否有当地的国籍 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这件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人有自己身份认同的选择 不能让人去智慧和干涉 关键的地方就是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 包括我再来今生不做中国人 我希望中国分裂成为多国 这是我一直的主张 而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悼念六四 一 人权大灾难 人权是普世价值 二 中共是罪魁禍首 中共害到我们上一代走一千难 害到我们这代走第二千难 光这两个原因就很值得悼念 而且八九年承受第一批的人 依然在为真相、赔偿、责任去奋斗 他们年老历衰 很多已经云归天国 但仍有人在坚持 当没有人为他古语夫的时候 仍有人为他扮晚会 播他们的影片 讲他们的独白 为他们开记者会 为他们扮触光晚会 为他们扮小游行 为他们搞一些民主对神像的 敬献花圈的仪式 为他们扮研讨会讲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拒绝遗忘 今年是六四三十五周年 亦是反送中五周年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莫失莫忘 拒绝遗忘 守护真相 只有讲真话 行公义 好年文 传谦卑的心 和神同行 和自己的信念同行 和自己的信念同行 未来才会更有希望 记住 一定要信念 一定要希望 对于真善美的爱 这一点是重要的 再次希望大家幸福 好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说其他议题